电视剧,一路朝阳,钟田荣因为自己的资金出了问题,加上李万斌父亲背后的小动作,所以田荣急需一笔钱来周转,不然他对房产的投资,就会出现大问题,一夜回到解放前呢。 走投无路的他想着能够从李木家这里借到钱,他的意思是,李木家从黎光那里借来70万,他想法是,自己资金周转过来,给李木家还100万也是可以的。 这变相是一笔投资借款了,但他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,那个时候的70万呢,李木家和你私交是不错,当然人家帮忙,人家帮了,那就是天大的情谊,人家不帮,你也不要激动,不帮是应该的。 要是说李木家的母亲病重了,急需一笔钱救命,李木家肯定会和黎光借的,但你田荣只是一个闺蜜,而且还是因为房产问题。 理解田荣的急切,但不理解他得不到李木家支持后的狂躁。 李兰迪饰演的李木家说得对,他田荣是买房子买磨争了。 其实一直以来,田荣的投资计划,长远看是有眼光的,但不可否认他的经济基础,决定了,他必然要遭遇类似的危机。 他多年前就对自己开了一枪,只不过是现在子弹才集中他而已,怨不得别人。 同时李木家还是那个披着立志外衣的虚伪女孩。 他一开始拒绝田荣的借钱举动,没什么大问题,好闺蜜是好闺蜜,但这是七十万,还是田荣拿来买房的。 换作是谁都要想一想,除非李木家是个富婆,身价上亿,拿出七十万,就像是不小心从自己钱包里掉出来的钢棒。 可是他后面拒绝田荣的理由就有意思了,其实都是闺蜜,有啥实话不能说的,不借就是不借,田荣要是直接和他断交了,正好,这样的朋友少一个是一个,免得日后祸害自己,可以完全不需要理由。 李木家说自己想要和黎光保持平等的恋人关系,自己和黎光地位是平等的,他要是借钱了,以后自己就欠黎光一个人情,那么他就成为黎光的附庸了,他要对黎光百依百顺。 这话听着很励志,三观很正的,但一联想到之前的剧情,就感觉很可笑啊。 李木家总想凭借自己努力,在职场上打拼的地位,但自己就不好好想想,从进入金达开始,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的。 李木家在职场上的进步,有吴剑秋的帮助,但更多的是黎光的培养,黎光是很喜欢玩女友培养游戏的。 李木家职场的亮点,都几乎和黎光的黎明集团有关系啊,李木家不想想,没有黎光给的机会,能有今天,还在这大言不惭地说,自己和黎光的地位是平等的。 拜托,你和黎光早就不平等了,是黎光背后托举着你,你才有今天的。 因此,李木家所谓的,自己找黎光借钱了,就无法和黎光保持平等地位,这话说出来就很奇幻,这类话说多了,自己也就信了吧。 更不可理解的是,后来李木家还找吴剑秋借钱,想着帮田融赌窟窿,这人设钱后崩了呀,要了你就坚持拒绝,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 要么你就想办法,哪里有一开始拒绝,后面还帮忙的情况啊,你李木家要是早有这心思,当时就不会和田融吵起来。 一路朝阳,这部剧,李木家这个女主,就是伪装的励志女主,底色就是一个虚伪的人。 包括他一直说要和黎光结婚,想要一个家的事情,他脑子不清楚吗? 你想让一个黎过婚,有子女的集团老总,给你一个家,脑子是出生时被丢掉了吗? 黎光一天的生活,哪里有时间经常陪你,一个忙得天天见不到人的老公,你个随时会出差到一个与你存在时差城市的老总,你指望自己能有一个家。 这不可笑吗?再说了,你想要一个家,还想有一个平等地位的家,是不是自己起码要有一套房子? 李木家买过房子吗?她要是降低自己的标准,早就买上房了。 本质上,李木家是一个对生活质量有着高要求的女生,因此她的世界里,房子起码要是金龙湾的,低于这个水准的,她看不上。 再联想她那句,我想有一个家,可以理解为,她想要的是黎光给她一套金龙湾的房子,什么结不结婚的不重要,家不家的也不重要。